谢娜的特点非常适合娱乐 只有她在现场的气氛就非常轻松愉快 让人感觉非常放松 但如果让她主持非常正式的场合 往往效果就非常差 比如她跟央视主持人康辉同台 常常就插不上话 论到主持功力 谢娜和汪凡和喝酒还是有一些差距 只要是后者可以在多个场合主持 而谢娜在娱乐场合更适合 所以说在如今这个全民娱乐的时代 谢娜简直如鱼得水 想不红都难 并且谢娜主持有一个特点 就是从来不被台词 甚至连台本都没有 倒不是说她有多牛 而是她根本就记不住台词 所以她主持节目靠的是超强的随机应变能力 比如在她主持的一档节目中 一个五岁的小朋友童言无忌 对谢娜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别的脸 随后还说你才是狗呢 谢娜随机应变来了句 我要不是看你头发比较飘逸 你爸长得有点像王思聪 我今天就给你翻脸了 回答的相当精妙 除了快乐大本营 谢娜独自主持的其他节目也相当火爆 离开何久 谢娜照样可以独挡一面 所以喷谢娜的主持功力不行的人 真的应该擦她眼睛了